找一个CP值的物件 买房买车吗 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休旅车崛起的此刻 现在大家看中的是 它的车头的设计 跟房车一样 但是一样拥有这个低底盘 一个载人载货 这样的一个休旅的优势 就来看到现在年底 剩下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包含了美系品牌到日系品牌 他们都纷纷推出了 新款车来抢市 网状水箱护罩 加宽度各失调 凸显长车头霸气 流线俐落的大鞋背车顶 贯穿到车尾 则展现SUV的运动感 所谓的维根旅行车 就是有休旅车才有的大空间 但是同时又有房车 低底盘的操控性能 两种不同的特色合在一起 看起来还真的是相当帅气 马自打经典旅行车 后车厢有522公升大 油耗来到13公里 同级车来说标线可圈可点 SUV它的重心还是高 它相对来讲过弯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寝测 甚至会头晕的感觉 那所以这些买家 有些可能就想说 那是不是旅行车是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要比性能 就要看冰市 640公升大容量已被倾倒后 空间能放大到 1820公升 不只后箱容量大气 性能更是霸气 能炸出258匹的最大马力 而要说CP值 福特这台急速飙到 250公里的狂放性能 堪比是豪华车等级 694公升大容积 更是领先不少对手 层创下两天70辆的销售记录 这旅行车通常价格是比较贵的 本来第三箱是往下切下来 这边是有一些机械车体结构的 但是SUV的话 你往后拉的话 中间变空的 等于说它车体结构 先天上会弱了一些 所以一般这种旅行车 它底盘结构一定是要加强的 所以成本是拉高 但看来辖着强悍操控性能 和大空间优势 依旧是Wagon的最大卖点 动物森材电新闻 红沛与杨昭台北采访报道